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周三与捷克众议院第一副议长菲利普视讯通话 表示希望捷克主流人士与维德奇之间所谓划清界线 然而从维德奇89人访问团决定访台以来 越来越多捷克主流人士以行动力挺这趟台湾行 除了捷克艺文界集体录影片相挺 在捷克钢琴商佩卓夫的700万新台币订单被中方取消后 捷克亿万富豪扣马克决定买下这些钢琴 并将钢琴捐给捷克的学校 并说希望这11架钢琴能成为捷克自豪与凝聚力的象征 捷克神学家巴巴拉强调 民主台湾对捷克来说更好 希望中国也能有民主 这次来台的捷克参访团成员 包括首席副议长卢斯基卡等参议院领袖层 还有布拉格市长赫瑞普 捷克科学院副院长 大学校长文化企业媒体界代表 而继维德奇帅团来台后 众议院议员捷克友台小组主席班达也有意访台 预计将在明年春季成行 另外被视为重量级学者前捷克科学院院长 捷克参议员德拉霍斯 先前也宣布将在10月访问台湾 促进两国在网路安全和防疫等领域的交流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叶云汝整理报道